来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潜滩泰谷里 现在周六下午的一点 大家看到没有 都没什么人 这都是大牌 真的非常非常的冷清 这跟泰谷里的定位也不太相符 然后大家看到零售品牌里面 店员都好无聊 我们作为一个零售人 作为一个零售市场的多年的 老人看到这些情况 真的是很心疼 很心疼很心疼 不知道我们的商业什么时候才能恢复 我们的消费什么时候才能够 回到他应该有的样子 真的太凄惨了 这里一个很大的泰谷里 也是酸酸两两的人 也都没有人打卡 按理说泰谷里应该有很多美女的 这样也没有看到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电梯上也没有人 今天是周六双休日 所以作为一个零售人 感到深深的担忧 真的深深的担忧 多多支持 我们的实体经济 41岁 在上海现在每个月拿3千多块的工资 很多我身边的人说叫我去送外卖也比这个钱多 阿呸 我没有你们那么多时间的 我要带小孩的 我老婆现在每个月几万块钱的工资 她要加班 不加班哪有钱 我三千多块的工资 唯一的优点就是我下班早 所以我要去接孩子的幼儿园 前几天我老婆还跟我说 要不我们换一换 你去上班 她来弄小孩 我没有这个能力 你知道吗 没有这个能力 我也想每个月拿几万块的工资 我中专学历 英文只会好阿呦 日语只会 雅美丁 韩语只会阿诗 我怎么去拿几万块的工资 现在商场的停车费真的是贵 人都没有 你为什么不降一降停车费 吸引更多人群来商场逛一逛 有人气才会带来采气 现在商场是越来越多 逛街的人却是越来越少 还不去想一些办法来多吸引一些摇摆客户 你让商场内的商家怎么活 所以说准备在盒子内开店的朋友 一定要看看这个商场的运营 是不是活动特别多 是不是积分权益吸引人 厕所是不是干净 年轻人是不是多 再去考虑是不是进商场 商场没有好办 就看有没有好的运营 最近一直在努力的照工作 但是觉得好像没有适合自己的工作 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 可能压力太大 感觉心里有点太累 对自己也没有信心 为什么工厂招工越来越少了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疫情期间 工厂200人的岗位只分配了100人 然后工厂得出来结论就是 100人照样能干200人的活 所以工厂进行了大裁员 资本家永远只是为了压榨我们员工的利益 今天可能是我待在店里的最后一天 心情也是非常的低落 想起一年之前开店的时候 那时候充满了期待和各种幻想 认为自己可以大干一场 在上海也终于可以稳定下来了 毕竟这两年一直在四处的奔波 想安定下来 可命运总是这样招弄人 经过了几个月之久的努力和坚持 好不容易店里的生意有所好转 可好久不长 公安年没有多久 生意却出现了断牙式的下滑 来得让我措手不及 在我苦苦重扎之下 拯救还是不能其次回生 转店也不是一次的事情 但每次都是付出真感情的 看掉店里的装修设计 所有的物品的摆放 包括餐具和碗筷的搭配 都是经过了大量的思考 最终才定下来的 看到如今这一切即将结束 我的心情也是无畏杂贞 可能经历过的人才会真正动吧 至于接下来我要做什么 暂时还没有想好 先回趟老家吧 让自己浮躁的心情平静下来 尽量做一次正确的选择 同时也祝愿还在努力坚持在自己岗位上的你 能够一切顺利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杭州市临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24年5月14日发布了一项新政 宣布将在临安区内收购一批商品住房 用作公共租赁住房 这一举措被视为中国当局推动地方政府买楼以消化房地产库存的证据 根据公告收购的商品住房需满足以下要求 房源标准以整状楼作为基本收购单位 单套建筑面积不超过70平方米 车位配置 60平方米含以下的每套按0.6个车位比例配置 60平方米以上的每套按1.0个车位比例配置 价格限制 收购价格不超过周边房源及车位的评估价 房源范围 收购房源面积不超过1万平方米 收购对象包括现房和一年内可交付的期房 限制销售 报名后 供应商不得对提供的房源再进行销售 当地房地产企业对此政策表示担忧 认为符合要求的房源稀少 据悉 杭州市在售项目中很少有整状楼单套面积 均不超过70平方米的设计 连安在售的商品房项目中 极有5个项目退出了低于70平方米的户型 这意味着满足收购标准的房源供应紧张 一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月进指出 杭州连安的这项政策 属于全国首例 显示了国家对再去库存 和消化存量房产方面的正式出手 分析师认为 这是既已就换新政策后的又一项创新举措 预计其他城市可能会效仿杭州展开试点 此前有报导指出 中国国务院 要求地方政府购买数百万套公寓 以减少过剩房源 地方国企被要求利用国有银行提供的贷款 以大幅折扣 从不良开发商手中购买无法售出的房屋 这些住房将被改造成经济试用房 中国的住房销售量持续下降 库存居高不下 2024年前4个月 中国房屋销售量下降了约47% 未售出的房屋库存达到8年来的最高点 依据研究院的数据显示 2024年3月 大陆百城新建商品住宅 库存规模约49916万平方米 住房控制率约为15% 区化周期方面 一线城市为19.2个月 二线城市为21.6个月 三四线城市为33.1个月 与2019年12月相比 各类城市的区化周期均大幅增加 分析师认为 政府收购存量住房 可以理论上降低库存水平 缓解房地产市场的下行压力 但要达到脱市效果 需要将住宅区化周期 压降至18个月以内 这对应约7.7亿平方米的销售量 约占广于住房库存的29% 中指研究院指数研究部总经理 曹晶晶表示 消化存量房产需要更多资金支持 国盛证券房地产行业分析师 晶晶也指出 消化存量大部分资金需要由中央解决 单靠地方财政很难推进 时政评论人士王健在其自媒体节目中指出 杭州市的收购资金应该不是问题 但要长期保证资金是不可能的 中国当局背负数十万亿的债务 无法长期动用资金去化房源 而房企无法售出房屋将导致无法偿还银行贷款 银行坏账增加可能导致金融风险 杭州市推行的公共租赁住房收购计划 是中国当局应对房地产市场下行压力的最新举措 虽然此举有望短期内减少房源库存 但要达到长期效果 仍面临资金和市场需求的挑战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们的话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